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现在看到这边 就是昨天我有整理了一些 我种五花果的地方 我们看这边呢 从那边到这边 我已经把基本的这些已经布置好 然后现在我再把一些高压的枝条 还没长根的高压枝条放在这里 里面是高压的枝条 高压了一段时间 可是还没长根 然后我已经把它放在这个椰核的 把全部放在盆子之后呢 我就是包一绳椰核在外面 保持它的湿度 然后我就是会使用生根机 搅过来 然后会这样覆盖起来 然后我今天呢 我大概会做一个做法 就是把一个木瓜的枝条也同样使用这个方式 来去进行我们的这个线插 好 现在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看我的这个做法是会什么样子 好 这边是悬布式五花果 好 好 这边木瓜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枝条 来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 我们看这里 我准备 有个盆子 底部是有海红 让它可以排水 然后这边是一般的清水 然后这边呢 这是一些野河 啊 啊 啊 这里 啊 这是野河 人家是一样破碎 然后我要买回来 这样使用 我使用于高压盆栽 然后其他的 做法 首先呢 就是 我把 这个 弄成一截一截的 大概会 一截一截 然后他的高度就 我就不会弄超过这个 然后我就是会这样斜斜的处理 其实太嫩的 啊 枝条呢 就是啊 结果 不是很好 可是我会 会使用 啊 啊 扔的枝条 哦 会判断他的结果 到底会 什么样子 啊 现在我们会先 垫一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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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在底部 垫儿 垫一绳 垫一口 只有7秒下面 amu 耐消了 屏幕 櫻英雅 漢山 大多cession 作为 或许 现在 再编上 哈哈哈 现在呢哈就是我已经弄基本的东西已经弄好 我们不要包满就是包这个底部就可以了 这样垫然后现在呢啊现在我在使用这个生根基 就是哈我使用的生根基 要把它的小薄 之后我会把这个带到这边来 这样子挑薄之后呢我们就是会 这样是啊 其实五花果就是我使用这个方式 现在哈它的这个湿度会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可能也会一到两个礼拜 然后我们就是使用迷晒盆的这一种 这样也盖起来哈 盖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是这样摆着哈 等再过几个礼拜 我们再来去看它的牙会不会长起来 然后它会不会长根 好今天呢我的视频呢就分享到时 可以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 谢谢ي 还在这里 感谢观看